在冬季終於終於 我無法告訴你 我終於完成我的醫療療程式 42歲英國太子菲凱特 在今天透過影音訊息 向英國公眾傳達好消息 她已經完成預防性化療 有望在未來幾個月內 恢復部分公開活動 凱特在醫院接受腹部大手術 結果發現罹患癌症 肯辛頓公拒絕透露凱特的癌症細節 但她透過這支私密影片 表達過去九個月來 一家人如何接受突如其來的打擊 以及如何面對這場風暴 暫停公務行程期間 凱特只公開現身兩次 一次是慶祝查爾斯國王 官方生日的年度閱兵式 第二次是為溫布頓網球賽頒獎 現在好消息傳來 讓倫敦人欣喜若狂 凱特菲也對全球的支持訊息表達感激 她表示 癌症讓人更謙卑地面對每一天 她也會繼續與所有正在抗癌的人 並肩同行 但是治療與康復的道路還很長 直到年底 她只會保持輕鬆的公務行程 生活中心將放在如何維持現況 遠離癌症 暫力新聞 謝林鎮報導